中山大学填在高雄博尔MCONE大港自造特区 举办为其一个月的打狗遮港文化系共享生活节 中山大学学生与社会企业合作 带领小朋友运用创意与创作技巧 将家里不要的二手或废弃玩具 重新打造成独一无二的一品再捐出使用 中山大学校长正因要表示 中山与整个高雄特别是浙港区 无论在地域或文化脉络上皆紧密结合 大学的社会责任不该仅停留在计划里 大学教育应该要能激发学生思考 观察发掘可以参与的社会议题 同时学习如何运用资源并尝试解决社会问题 他强调打狗遮港文化系 并不只是中山大学参与大学社会责任计划的成果展 而是直接展现大学影响社会 走入社区承担责任 发挥创意活化区域的决心与行动力 中山大学修习设计思考 跨界创新与创业课程的学生 与社会企业独南创创 DUnal合作组成玩具新生团队 为严城区的孩童创造出有趣的学习机会 与生活体验 在玩出创意玩具带生工作方中 大学生带着国小学童响应环保 将废弃的二手玩具赋予新价值 也能将垃圾减凉 大哥哥 大姐姐们身怀运用 课程中所学到的雷射切割 Arduino开发版技能 设计出新奇的教学与游乐装置 让现场参与 的小朋友惊喜投入 课程团队还带领在地高中 持学生认识严城文化 并制作严城在地故事APP 打狗遮港文化季为期一个月 中山大学表示 除了这个周末的共享生活节 还有展现艺术能量的小西文艺 岁月底将于迄今举办的海市场 寄工乐活节与大海的女儿音乐剧 邀请民众参与中山大学学生与社会企业合作 带领小朋友运用创意与创客技巧 将二手或废弃玩具重新赋予新面貌图 中山大学提供分享 中山大学学生与社会企业合作 带领小朋友运用创意与创客技巧 将二手或废弃玩具重新赋予新面貌图 中山大学提供分享